lava 橄子 其實這次剪成績 有禁就可以算滿意了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 我自己心態沒有拿捏好 導致打得非常嚴重的錯誤 最可惜的就是聯合魔法 沒有拿到究極魔法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失誤 也是我成長度上的一個經驗值 其實能打到這邊我蠻意外的 因為遇到了選手蠻讓我絕望的 因為我對到前冠軍 然後又遇到前世界冠軍 但是最深刻的話就是 最後我竟然能夠贏下前世界冠軍 讓我覺得我有這份實力 然後能夠進到四強 我是看他之前比賽的經驗 是覺得他可能妖精會想到第一場出來 我就按這個思路先去上 妖精比較難打的四年 然後拿下那場對決 以前打牌會比較急躁一點 然後現在就會去多想一下 畢竟一回合90秒 多想一下總是好的 比較可惜的應該是第一場巫師打死靈那場 第六回合沒有把小骷髏解掉 然後後面讓他滾七雪球 所以導致敗北 所以就那場比較可惜 我幫我這次 就這次打現下賽好像比較緊張 就因為想要靜下來 可是好像沒什麼效果 不過慢慢打到後面 就比較靜下來 比較接近的嘗試應該就只有 我無私打他的皇家吧 他最後一回合的時候 我剩八斤血 然後他是有機會掌握 我前一回合就在想說 回血的話是一定不會死 可是下回合也贏不了 所以就還是做場面 然後拚他那個就 他沒有他沒辦法斬殺我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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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